路透社报道 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以来 伦敦一直是基辅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英国及他的盟友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出席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时 抱怨基辅没有得到加入他的联盟 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周三表示 他已经警告乌克兰 他的国际盟友不是亚马逊 基辅需要对武器捐赠 表示感谢 以说服西方提供更多武器 但华莱士警告 乌克兰必须说服美国议员 和其他国家质疑的政客 这是否值得 并且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人们都喜欢看到感激之情 泽连斯基表示 即使没有正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峰会的结果也很好 而且他从盟友那里 受到了一览子有关防御计划的积极消息 但他不理解华莱士的言论 他说我们一直感谢英国首相和国防部长 因为英国人民一直支持我们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也不知道我们还应该如何感激 也许部长想要一些特别的东西 但我们的关系很好 当被问及华莱士的评论时 英国苏纳克表示 泽连斯基对迄今为止 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将根据需要提供更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